刘备和夫人孙上香,他们离开南徐回荆州,走的半路上,是前有人马堵截,后有军兵追赶,现在是上天无路,陆地无门啊。 这事情太紧急了,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赵云想起诸葛军事那第三个锦囊来了。 赵云把这个锦囊拿出来,告诉刘备,说是咱们离开荆州的时候,军事给了我三个锦囊,我已经一次拆开两个了,军事说事情不到万分紧急的时刻,不要打开这第三个锦囊,现在可是火候了,主公您快看看。 刘备急忙,把这个锦囊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哦,他心头一亮,把锦囊交给了赵云,自己翻身下马,来到夫人孙上香的车前, 打起车帘,说我有要事,要和夫人相商。 郡主孙上香一听,丈夫,有什么话要说就请讲当面吧。 哎呀,郡主啊,刘备眼圈又红了, 事到如今,我不能不实言相告了,我来南徐就亲呢,并不是出于孙权将军的真心实意,想把郡主你许嫁于我,是孙权和周虞定的一计,以郡主你为香儿,调我刘备。 他们想把我扣在南徐所还京中,这么危险,我怎么还来了呢? 我因为九木郡主的方名,知道郡主有男子之风,英雄气概,我刘备才不被刀剑,前来南徐就亲,承蒙国太做主,我们已经结为夫妇, 面前子龙将军与我和郡主说草草领人马来去荆州,那是一句诈语啊,并没有这一件事,我们就想啊,离开南徐赶快回荆州,因为我们近来查缴道,吴侯又要对刘备下毒手了。 啊,北威在丹西,不得不采用这么一个脱身之计啊,承蒙郡主错爱,随我一同回荆州,今日看来吴侯根本不想放我走啊,郡主请看,前有人马结路,后有军孝追赶,现在我们是走投无路, 只有郡主能结此尾啊,郡主如念夫妻之情,垂怜刘备,您就出面排难解分,如不然,我刘备情愿死于车前,我也绝不能让他们把我神捆所网,带回南徐, 长言说,大丈夫可杀不可罗,我愿在车前一死,以报郡主和国泰,知遇知恩。 说完了这番话,刘备的眼泪要下来,哎呦,刘备这番话呀,打动了郡主孙上香。 刘备这词挺硬啊,这都不是他的话,都是诸葛亮军事那妙记上写的,刘备这词背的还真挺快,到这儿他就全说出来了,一点没落,怎么说打动郡主了呢? 不单打动了,郡主听完这番话,好似万箭钻心,心里很难过呀,他气恨兄长孙仲谋,他更恨周瑜周公锦, 他一直认为哥哥孙权,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挑选家序,这才选中了这位当代的英雄刘备刘玄德,自从在闺中听到这个喜讯之后,一直是欣喜非常,和刘备结了婚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这档子事,刘备也没法跟他说呀,今儿个才真相大白呀, 郡主是又气又羞又难过呀,既然我家兄长不仁,也就难怪上乡不义了,兄长不念手足之情,我还怎么能和他重相见呢? 丈夫且请宽心,今日之位已由我来解,郡主说完催动车辆,就问前面来了,吩咐人把车帘给我高高卷起,啪被车帘卷起来。 郡主往前一探身,什么人,挡住了我的去路,丁凤徐胜二将在这马上正张牙舞爪的这儿咋呼呢,忽然间一看,哎呦,郡主,这俩赶忙啊,是翻身一下马, 郡主,夸插,把手中的兵器往地上这么一扔,抢前几步插手吃礼,丁凤徐胜,参见郡主。 这么客气吗?那当然了,谁不知道郡主孙上香,他严正刚义,东吴众将揭聚,都有点怕这位郡主。 孙上香,孙上香点了点头,哦,原来是丁徐二将,末将在,你们率领人马拦阻我的车帐,这是何一啊? 呃,这个,骑兵郡主,我等奉周瑜都督的将令,前来捉拿刘备,哎,这句话扔出去了,俩人也有点后悔了,怎么了?说话得留点神啊,刘备是谁啊?那是郡马啊,郡主的丈夫,大汉皇叔刘备的名字,我们能随便叫吗?可已经叫出来了。 这几句话,可把郡主气坏了,他要不提这周瑜都督,郡主这伙还小点,一听什么?周瑜,呸,周瑜这个逆贼,我们东吴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亏待他的所在? 他敢胆大妄为派人马拦阻我的去路,我今天侍奉母命,已经禀告过我家兄长,我随同丈夫刘备回奔荆州,你们今天奉周瑜之令拦截我夫妻。 哦,我明白了,你们这是要抢劫我们的财务。 好嘛,这二位合着是强盗,哈哈哈哈,兵风徐盛一听,心里这难受,机里打了个冷战,心说郡主,您说话,这嘴可太厉害了。 我们至于吗?我们是江东的大将,我们跑这儿拦路劫财来了,您不单是骂我们,这连我们都督都骂了,多新鲜呢,骂的就是你们都督周瑜啊,意思好像是说你们上下串通一气,今天是拦路行抢。 俩人敢忙,俩人敢忙,平手失礼,骑兵郡主,我等不敢,我们是奉都督之命。 那是周瑜叫我们来在这儿堵截刘备,这里不干我们的事。 这俩呀,也看不出个火号来,你们就少提两句周瑜吧,这不是给周瑜找事儿吧? 他一口一个不离周瑜,郡主越听越生气。 住口,你们只知道周瑜周恭敬,哦,你们奉周瑜之令,周瑜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你们怕周瑜,怕周瑜杀了你们,周瑜能杀的你们,难道你家郡主就杀不得的周瑜? 嗯,啊,这俩一清脸都白了。 心说郡主,这话说得有理啊,包括我们都督周瑜在内,都得听人家五主孙权的。 江东六郡八十一周,是人家孙将军的天下,我们端的是谁家的饭碗呢? 我们数谁管呢?把姑奶奶惹火喽,还好得了啊。 这俩还想解说几句呢?人家郡主不听了,起得怒吼一声,把道路给我闪开。 尊名! 丁风徐生赶忙,腾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冲军孝一白手,那意思把道路让开。 哇! 人马往两边怎么一闪,把大道给腾出来了。 郡主回身告诉刘备,请丈夫上马,我们赶路。 啪!把车帘往下这么一放,哇! 夫人与刘备的车站,像一阵风似的过去。 丁凤徐生低头搭的甲子在这站着,这时跑过议员偏将来,启兵二位将军。 郡主车站一过,知道了,军孝在后将军之令。 郡主过去了,咱们怎么办呢? 军地歇息片刻,遵令。 噗噗! 怎么了? 这丁凤徐生啊,坐在那道边那石头上了,俩人坐这这窝火呀,怎么办呢? 回去见都督周瑜怎么交代? 合着把咱们白派来了,刚才不应该让过去。 啊? 丁凤一说这句话,徐生瞪了他一眼,不应该让过去。 那你怎么不拦呢? 他那个,我不是拦不了吗? 说那废话有什么用啊? 正在这时陈武攀张的人马就到了。 啊哇! 哎呦!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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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怎么这么没精神呢? 陈武攀章互相看了看 二位将军 我们奉吴侯君旨前来捉拿郡主与刘备 啊 丁凤徐生已经来了精神了 俩人披露露站起来了 你们是奉将军之令来捉拿郡主的 那是自然 那咱们和兵一处吧 车仗呢就在前面不远 来追 追刘强举 哇 临人马追上来 窄眼的工夫就追上了 刘备和夫人的车仗啊 走出去也没有几里路 走得再快也不行 因为什么呢 这江东人马 大部分都是马队啊 那多快啊 你什么车仗有他快啊 刘备在马上回头这么一看 哎呀 不好了 他赶忙往前掖带马 来到车旁 呃 夫人 后面追兵要上来了 这便如何是好啊 夫人在车中探神回头这么一看 哎呀 只见远处里是尘头大体 传来了隆隆战鼓之声 是人寒马斯 夫人嘱咐刘备 丈夫不必惊慌 您带领些人 先在前面赶路把子龙给我留下 由我来断后 好吗 孙夫人刚才是开路先锋 现在成了后卫部队了 刘备一听 只得如此 他带领着二百军校 在前边走下去了 孙夫人 孙夫人啪 吩咐一声 把车杖这么一横 就把这大道给插住了 赵云赵子龙就在夫人的车旁是立马横腔 夫人吩咐把车帘打去 这回打车帘啊 孙夫人不在车里边坐着了 下来了 往车前一站 这功夫丁凤 徐胜 潘章 陈武 四元大将都到了 冰凤一看 坏了 郡主下了车了 郡主都站那儿了 我们还在马上坐着 我下去吧 感情啊 这人心里反应才怪的 怎么能互相影响 陈武攀章的意思啊 想要跟郡主说 说什么呀 我们假咒在身 不能下马十里 往郡主见谅 谁呢得原谅我们 我们是武将 现在一看 丁凤第一个下去了 哦 他能下去 我们在这干嘛呀 噼噼噼噼 这四位全下来了 谁敢拿刀枪啊 规矩矩走的郡主跟前 一排往这一站 插手十里 什么呀 说的都是 听不出个数来 谁说有个数来的 四人一块嚷嚷 各自报各自的名 可不是乱七八糟 一大堆吗 反正郡主都认识他们 啊 陈武攀章 丁凤徐盛 我来问你们 你们领人马 在追赶何人呢 呃 齐平村主 我们在追赶 刘 刘 刘 黄 书 丁凤一下 这回我客气点 不过 我别大喊刘备了 大概我叫这名字 人家郡主不太爱听 谁让你们来的 呃 奉 吴侯 君旨 都 郡主 抢前一步 吓得 四将是 懦懦倒退 郡主又活了 好大胆 哪个 吴侯 给你们传的令 让你们来追赶 我们夫妻 我今天是奉国太辞职 兄长的将令 随同丈夫刘备回奔京州 你等敢假意捏造 奉吴侯之令来追赶我们 哦 现在我才明白 你们这些大胆的匹夫 就是你们 离间我们兄妹不合 我与皇叔结亲是母亲做主 兄长为媒 将动文武百官 全来祝贺 今日我是随丈夫回家 省亲 又不是和别人私奔 你们倚仗兵多势众 难道说 要加害我们夫妇 不成 这些话 像刀子似的 哪是说话呢 是拿刀子扎这几位呢 这几个呀都差点蹦起来 丁峰徐生陈武攀章互相看了看 他们心中暗想 想什么呀 算了吧 郡主是谁呀 是东吴主孙权的妹妹 一万年下去 也是人家亲人家近的 人家是兄妹呀 再说吴侯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在母亲国太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 老国太说什么 他得听什么 这今儿要把郡主惹翻了 回的南徐 跟国太一哭一闹 国太把孙将军找去数罗一顿 孙将军回过头来一翻脸 倒霉的是我们呢 再说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 丁峰徐生不知道 陈武攀章清楚 就那贾华 那不是孙将军下的令吗 弄得甘露寺那埋伏去的 要杀刘备 那时候还没接亲呢 是乡亲 把国太气得不得了 差点把贾华给宰了 当时国太问贾华 谁让你来的 都没有一个替贾华说句话的 这事贾华都告诉我们了 瞧今儿这架势啊 和甘露寺那天差不了多少 咱别找不自在了 再就说 死个人不约而同 看了看夫人车旁的那位 赵云赵子龙啊 赵云是见眉道术 虎目元征 紧握亮银枪 瞅那架势 就等郡主一声令下 只要是把手轻轻这么一抬 赵云就杀过来了 咱们四个 咱们四个也够呛打得过去 四位要一杀吗 这刘备哪去了 刘备没音了非 哦 甭问他 大概刘备啊 已经先回了荆州了 咱们闹了这么半天 为了什么呀 不就为了捉刘备吗 刘备都没影了 咱们在这起什么哄啊 四个人想着这儿补约儿童 夸 把双拳一抱举过头顶 头一低 往道边那一站 一声不言语了 那意思 姑奶奶 您爱怎么地 怎么地吧 郡主一看也是火候了 给赵云递了一个眼色 然后自己回身上车了 一鞭子下去了 车辆走出有一箭多地了 赵云这才被马头拨过去 看了看丁凤徐胜 陈武 攀章四将 四将军把嘴这么一撇 投过来一个灭式的目光 走了 这四位一瞧 行了 赵将军 够份了您 您走吧 我们就这么看着 就这么看着 那怎么办呢 这几位研究了研究 我说咱们怎么办呢 陈武攀章一想 我们俩反正得回去给个信 要不这么着得了 您二位也回去告诉嘟嘟一声去得 对了 反正得有个回话啊 就在这时候 就听软处理 大吼大吼大吼 这怎么了 是不是吴侯又派兵来了 四个人一挺身 只见远处里有一少人马像一针 算风伸就过来 可见军情之火急 前面有两匹战马 马上做的是蒋钦周太 蒋钦怀里头抱着青龙宝剑 啪 一个拿头 嗯 丁徐二位 陈潘二将 你们在此此事 啊 蒋将军 周将军 我们在这歇着呢 歇着 四位将军 可曾看见刘备与郡主的车账 啊 看见了 刚从这过去 哎 你们怎么不拦截呢 谁敢截啊 哎呀 江将军 周将军 方才是有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我们二位在前面这堵着 他们二位在后边追上来的 是堵也没堵住 追也没追着 追着了也等于没追着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郡主把我们大骂了一顿 过去了 我看呐 您二位也就算了吧 啊 蒋钦周太清算了 那哪行啊 你们看 啊 四将抬头一看 这不是吴侯佩戴着的那口青龙宝剑吗 正是 便是吴侯怕到如此 奉一口剑在此 叫先杀他妹 后斩刘备 为者力斩 嗨 几位将军 怎么一听早有这把宝剑 那何必我们受这么一通窝囊气呢 看来他们走得不远 咱们追上前去 等一等 蒋钦一摆手 丁徐二将 有 在 有劳你们二位 赶快回去回复周瑜都督 请都督发人马 由水路堵截 我等 从汉路追赶 两流被是插翅难逃 呵 蒋钦那真是帅才啊 丁奉徐生一听 就以蒋将军 二人飞身上马 哇 跑回去给周瑜送信去了 这会儿 蒋钦周太 陈武 攀章四将 高举上方宝剑 催动的那 由后边就追下来 刘备 这时候在哪呢 已经到了江边 刘备来到了江边 举目这么一看 哎呀 他这才轻轻舒了一口气 荆州 遥遥在望了 现在我们算到了老虎嘴边上了 不过也不能大意啊 要一大一本老虎一吸气 还得把我们吸到嘴里去 哎 得找船呢 想到这会儿刘备一看 哎哟 那么宽阔的江面呢 一只船也没有 这时候后边的车帐也赶上来了 刘备看了看前面的长江 又丑了丑身边这疲惫不堪的军校 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 刘备难过什么呀 他想起江东的好生活来了 在东府里是茶来张手 饭来张口 一天到晚吹得拉弹唱 吃喝玩乐 多美的日子呀 放着那好日子不过 我遭这份心干嘛呀 想到这儿啊 自己心里这么一酸 暗暗掉了几个眼泪 赵云一催麻 从后边上来 哎 他看刘备眼圈发红 助攻 这您何必难过呢 眼看咱们就到家了 这不是都到了江边了吗 我已经打听了 此处叫流浪浦 过江就是荆州了 哎 刘备点了点头 四弟 我也知道 不过你看 说着刘备用这马鞭子 这么一指 这江面上没有船呢 这没船这江怎么过呀 赵云一听 哎 主攻 这您何必着急 咱们可以沿江找一找吗 能来得及吗 您就晚安吧 说着赵云一催麻 走到最前面 沿着这江边找船 船还没等找到呢 听身后远处里 船来了古号之声 刘备赶囊一带马 跑到一个小土丘上来了 他登高远望 哎呀 只见远处是尘土弥天哪 这是多少人马呀 人马不少啊 好几拨合一块了 您怎么能少得了吗 哎呦 刘备带过马来 回头又看了看这长江 前有长江拦路 后面有大队追兵 看来今日刘备无声音 活不了了 一瞬间蒋亲周太臣 文武攀章的人马就到了 蒋亲在安球上这么一看 嘿嘿 那土丘上站的不就是大耳贼刘备吗 是他快快取下他的手机回南徐交令 刘备是驳马就逃啊 往前跑步都远看赵云迎着他过来了 主公 您不要慌了 请看 船 这有几十只商船呢 刘备顺着赵云手指方向这么一看 果然前面江边不远 这停泼着几十只大船 哎呀呀 那子龙啊 快跟他借一借 嗨 赵云一看主公别借了 现在没有商量的余地 咱们先上船 离开江岸有什么话再说 以后咱们就重重的酬谢船主呗 说着连车带人马全上船呢 刚登上船头 只听耳边传来了贺喜声 恭喜主公 贺喜主公啊 哎呦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怎么这么亲切啊 可有些日子没听见这声音了 刘备顺着这个声音转过头来一看 身边站立一人 雨扇观金 身批贺场 手里拿着一把 鹅毛大扇 哎哟 正是军师诸葛孔明 刘备赶忙一拱手 哎呀呀 不知军师何时驾到 主公 量在此处已经后驾多时了 主公 您先领着我 拜见拜见夫人吧 啊 军师随我来 说着刘备 拉着孔明 过来见过郡主孙上乡 孔明军师 请郡主到舱中休息 然后吩咐一声 开船 船搞一支 船刚离岸 江青周太四将的人马就到了 哎哟 坏了 刘备让诸葛亮给接上船去了 那慌什么 开弓放箭 叮 遗憾呢 建设出去不少 但是够不着 诸葛亮在船头一站 告诉江青 回去 告诉你家都督 以后再不要让他使用美人计了 军师的话还没说完呢 只听江水打坐 这怎么了这是 船舍的这些人扭向 一看 只见在远处江面排开了无数之战船 有一杆帅子大旗迎风飘摆 宝兰断车的大旗 红飞火样上出几个大族 三军四兵 揪 周瑜的战船已经封锁了 长江 我们下周则扭向c 跟我们下周则扭向c 北